T-Rex 其實我本身也很喜歡跳唱 雖然跳唱很厲害 但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件事 所以就有一個嘗試 就是用一個LEAP去想 故事的 因為DEMO本身是用ELEVATOR DEMO本身是用ELEVATOR 我們有嘗試過不用ELEVATOR 但我覺得 ELEVATOR最懂得歌詞的音 所以我覺得ELEVATOR最小 我就跟T-Rex聽不如 我們嘗試用升降機 轉化到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我們就想到 其實人生不用那麼急 因為好像在等升降機 你都要等到升降機 你才可以入升降機 升降機是入不到 或者發生了什麼意外 無論你在升降機裡面 可能是層層停 或是突然間找升降機 很多意外發生都控制不到 就有點像我們的人生 很多次都控制不到 大家表達一件事 不如大家不要那麼急 比較簡單 輕鬆一點 去對待你人生發生的每一件事 所以就用了一個故事 去包裝這個意義 而MV呢 其實我本身想像MV 是將歌詞的故事拍出來 但是聽說 現在不算是完全 完全是 因為阿星和阿星 再將一些更深層的想法 再加進去 所以就讓大家去MV 細微 這次 為何首星期會有 那麼多的朋友嘉賓客串 和前輩客串 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首歌 是一首開心的歌 還有 我都希望 有一個熱鬧的氣氛 給大家感覺到 還有剛剛這個故事 的確有很多角色 需要找人去幫忙演繹 這樣的 而嘉賓客串小儀 其實很快就有 到海中 跑了出來 還有阿Jer 還有Anson Love 不用多說 都很開心 他們來幫忙參與 這個MV 還有Koba Koba 我相信 本身有 留意開我的人 或者我的粉絲 都會對他們的參演 都會覺得很興奮 所以都很開心 這件事 的確有的 還有一種HIP的感覺 其實 真的 到了自己一個人去做跳唱的時候 才更加發覺自己跳舞上 真的有很多地方 真的會很沒有信心 或者會很害怕自己跳得不好 就是 今次找了肥仔排舞 肥仔在大學的時候 已經是我的跳舞故事 所以 他 我一開始對他排舞都很純粹 他說他會懂很多畫面 我覺得他的畫面 可以添補到那些不足 但是到 拍完這支舞 才發現我 原來真的還有很多動作 真的還沒做得夠好 所以其實 昨晚 肥仔再跟他加速約一套 但是 今天其實 跳舞的部分 真的最緊張 就是接下來最未拍 就是 都擔心出到你的效果 會不會差一點 但是 唉 沒問題 這次我的歌 也有一個很標準的手勢 那 終於是我自己的想法 哈哈 因為這首歌是講電腦 那 我跟肥仔說 我很想有一個 很容易記的手勢 讓大家可以跟進 那 那 那 當初他有給過一些答案 但我覺得 好像 有點複雜 我想再簡單一點 最後就用了 我就說 不如試試這樣 我可能說 不如 好像有點搞笑 就這樣 就像這個臉門這樣打開 最後就意味著一個 Elevator Elevator 我相信這個動作應該 是人都會做的 所以 對於沒有跳過好的人 都一定會做的 希望 可以更加加深度 大概多遠 自己本身都是 對很多事情 都是抱著一個 可能 想起自然 即是 急你都沒什麼用的 別想那麼多 我本身都是比較 這個心態的人 所以 我覺得這個價值觀 是對 做人處事是不錯的 即是 你自己會 很舒服 即是你不會說 很多執著 或者很多 令到自己不開心的人 因為你會說 很急不急 可能自己就有了 即是一個 有一點點自我安慰得你 又是一個 不順眼的一個價值歌 即是你做好自己 即是 但是你說我急不急 其實有些時候 我都很急 即是 例如什麼時候 我唱歌藥術 經常說我個人很急 即是 我當我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就會 我很想做盡他 就會很急 即是可能 他教一個練習 也就會做 不斷做 不斷做 即是我覺得我個人 比較喜歡用死力 即是 有些什麼 就是 死蟲難蟲 我比較是一個 但在 處事方面 我又不是那麼急